听风观水 得物自然 守一份宁静 听一缕禅音 你好啊 欢迎来到听禅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老了才懂得 一个人有没有出息 就看他怎么吃饭 一 会吃饭的人 懂得谦让的美德 小事件品格 大爱在细节 村里的老张是一个平凡 又让人敬重的老人 他不是村里最有钱的人 也不是最有学问的人 但却是最受人尊敬的那一位 这份尊敬源于 他一辈子的谦让美德 老张家每年春节 都会举办家族聚餐 村里人总爱用一句话 形容老张家的饭局 吃得舒心 聊得开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每次聚餐 老张总是最后一个洞筷子 先看长辈们是否吃得满意 再看看孩子们 是否夹到自己喜欢的菜 他会不声不响地 帮年迈的父母夹菜 会和顾不上照顾自己的母亲的说 这道菜你也尝一尝 年轻的时候 村里有些人笑话 老张这么谦让 吃饭还这么多讲究 会不会太累了 但随着岁月流逝 大家渐渐发现 老张的家风极好 孩子们懂事孝顺 亲戚朋友对他也是交口称赞 吃饭这么一件小事 却让大家看到老张的人品和家教 谦让的美德让人如沐春风 老张经常说 吃饭的时候让别人吃得舒服 比自己吃饱重要 这句话看似简单 却蕴含了深刻的道理 真正有教养的人 会把谦让融入生活的点滴 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而是用心呵护周围的关系 反观那些只顾自己的人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饭局 一位中年人刚坐下 就不停地挑剔菜品 说这个油多了 那个不够了 最后居然直接把盘中 仅有的两只大虾全部夹走 这场饭局吃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甚至没人愿意和他聊天 吃饭这件事 看似小事 却能让人瞬间判断 你的为人处事是否得体 名人名言 谦让是一种智慧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谦让并不是示弱 而是一种格局 一种智慧谦让的人 不仅让别人感到尊重 也能在点滴中赢得更多的好感 看到这里 你是否也想起了一些场景 也许是自己长辈的谦让 也许是饭局上一个细节 让你对某人印象深刻 谦让虽然看似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却能影响一个人在人群中的位置 二 挑三拣四 暴露了一个人的心态与品行 招替背后是一种无形的自私 记得有一次 我参加朋友的家庭聚餐 主人精心准备了许多丰盛的菜肴 还特地准备了几道当地特色菜 但其中一位来宾 从头到尾都在挑剔 这道菜太咸了 我不吃 这鱼不够鲜 这肉太腻 他还毫不客气地把自己 不爱吃的骨头丢在桌上 弄得满桌狼藉 这场聚餐的气氛 因此变得非常压抑 虽然其他人没说什么 但心里都对这位来宾有了看法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再没有人愿意邀请他参加饭局 挑三拣四除了让人觉得不礼貌外 还让人看到一种自私的心态 真正有修养的人 不会因为一点不合心意的小事 而影响他人的心情 小戏洁渐大品格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教育我 鱼头鱼尾要留给长辈 肉多的部分留给孩子 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后来才渐渐懂得 这是一种体现爱和尊重的小习惯 真正有教养的人 不会在饭桌上斤斤计较 而是懂得去尊重他人 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让人觉得亲切 挑食是一种心态 也是一种格局 一个懂得不挑剔会包容的人 往往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敬 而那些习惯性挑三拣四的人 则常常让人觉得缺乏教养 古人常说细微之处见人品 吃饭这件小事 也正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和格局的地方 三 吃相是一个人的素养体现 吃相优雅是一种气质的展现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人 吃饭时狼吞虎咽 碗筷声响个不停 甚至嘴里还说着话 让人无法安心吃饭 这样的吃相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 也是一个人内在素养的表现 邻居老陈是我认识的一位优雅吃饭的典范 他是退休教师 生活简单朴素 但吃饭时总是用干净的筷子动作轻缓的夹菜 从不发出咀嚼声 每次与他共进晚餐 都能感受到一种舒适和愉悦 老陈说 吃饭的仪态不仅是给别人看的 动是对自己的尊重 这句话简单却深刻 吃饭时的仪态 吃饭时的仪态 其实能透露出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俗话说吃相不好 心性不高 那些吃饭时表现粗鲁不顾旁人感受的人 往往难以赢得他人的尊重 反之 吃相端正举止得体的人 总能给人一种亲近感 饮食细节 折射人生态度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外出就餐 吃饭的态度和礼仪 都是一种修养的展现 那些懂得用心吃饭的人 往往也会更懂得用心对待生活 四 让别人吃得舒服 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 高情商的人 善于关注别人的感受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仅会吃饭 还能让周围的人吃得舒服 这种舒适感来自于对细节的关注 也来自于一颗体贴的心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商务宴席 主人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企业家 席间他不仅亲自招呼每一位客人 还细心地为年轻人介绍每一道菜的来历 当发现某位客人不吃辣时 他立刻吩咐厨房准备了一道清淡的菜品 这位企业家的细心与体贴 让在场的每一位客人都感到被重视 高情商其实就是这样 从一顿饭中就能看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让人舒服是最难得的修养 真正的高情商并不是多会说话 而是能在细节中让人感受到温暖 吃饭时的这份体贴 正是这种修养的最好体现 四 让别人吃得舒服 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 吃饭是一件平常的事 但能在吃饭时让周围的人感到舒服 却是一种难得的高情商体现 这种体现 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种细节 更是一种关乎格局与修养的展现 为别人考虑是一种温暖的善意 高情商的人 总能在不经意间考虑到别人的需求 即使在吃饭这样的小事上 也能让人感受到一份温暖的善意 他们吃饭时注意细节 从不贪图一时的享受 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 比如一个高情商的人 不会急着夹走盘中最好的一块肉 也不会用自己的筷子去搅拌所有的菜品 更不会把整坛菜几乎都夹到自己的碗里 这样的举动不仅不礼貌 还会让其他人感到不适 而高情商的人总能保持一份分寸感 动块前会留意大家是否都夹到了喜欢的菜 取菜的时候也会主动控制饭量 避免让其他人觉得不舒服 故事启发一家三代的饭桌温情 邻居李奶奶每逢周末都会叫上子孙们来家里吃饭 李奶奶的儿子小李有个习惯 无论多饿 总是等老人和孩子先动块 他还经常对孩子们说 家里的饭桌是我们一家人感情的纽带 吃饭时要记住一点 别让长辈和家人感到难受 这才是对亲情最基本的尊重 正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 李奶奶的孙子们渐渐养成了谦让的习惯 有人开玩笑说 李奶奶家的饭桌上总是特别和气 没人抢着吃 也没人敲底 这让李奶奶感到无比自豪 小小一张饭桌 承载的不仅是亲情 更是一家人对彼此的关心和包容 成功的背后是无数小细节的积累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企业家 经常被人称为温暖的人 朋友们都说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家庭聚餐 他总是让所有人感到树心 朋友小王回忆起一次商务宴席时 感慨万分 他总是先照顾别人 帮忙分菜递餐间 还会主动询问大家的需求 整顿饭下来 他自己吃的少 但每一位宾客都被他照顾得非常周到 难怪他的生意能做得这么大 这样的体贴与考虑 谁会不愿与他合作呢 高情商从来不在于说了多少漂亮话 而是能否在细节中让人感到舒适 吃饭时的这份细心与关怀 正是高情商的一种体现 让别人吃得舒服是一种修养 俗话说 会吃饭的人才懂得生活的智慧 真正的修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而是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态度 那些能够让别人吃得舒服的人 往往在生活中也能赢得更多的好感和支持 有一次 我参加一场家庭聚餐 发现主人特意准备了几道 根据客人口味定制的菜肴 他解释说 这整得吃辣 所以我让厨师准备了几道清淡的菜品 当时我心里十分感慨 这样的细心足以让人心生敬意 让别人吃得舒服 不仅仅是一种礼貌 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展现 而这份修养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 都是最宝贵的品质之一 五 吃饭的习惯 关乎未来的健康与长寿 健康饮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俗话说并从口入 吃饭看似平潮 但吃的健康与否 却直接影响我们的未来 那些长寿的老人 往往有着健康的饮食习惯 而这些习惯的背后 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份责任心 当一是我们村里的老邻居 年轻时不太注重饮食 总爱吃油腻和油炸的食品 随着年纪渐长 他开始感觉身体力不从心 退休后一次体检 更是发现高血脂 脂肪肝等问题 医生对他说 你的身体状况 跟你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如果现在还不改变 将来的问题会更多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张仪 他开始一点点改变自己 从以往的油炸食品 到清蒸蔬菜 从过量饮酒 到每天喝一杯清茶 他的生活习惯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几年过去 张仪的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甚至连精气神都比同龄人好很多 他经常感慨 健康的饮食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 更是对家人的一种爱 小顾是乡下老人与他的长寿秘诀 乡下有一位百岁老人 大家总是对他的健康状况感到好奇 他的回答总是简单却朴实 吃家里种的菜喝自己种的茶少吃肉多运动 老人说的虽然简单 但却道出了健康的真谛 每一口饭其实都在为未来埋下伏笔 饮食习惯是人生的投资 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影响身体健康 还会影响心态与精力 那些懂得健康饮食的人往往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正如一句话所说 你现在吃的每一口都在塑造你的未来 选择健康饮食就是选择更好的未来 统结吃饭折射人生的格局 吃饭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但越是简单的事情 越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与格局 一个人的吃饭习惯 往往能折射出他的品行教养 甚至是对生活的态度 谦让让我们获得他人的尊重 不挑三减四是一种高素养的体现 吃相优雅显示了我们的教养 让别人吃得舒服则是高情商的象征 健康饮食关乎我们的未来 人生如同一桌盛宴 如何吃饭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与态度 愿我们都能从今天开始 绝会好好吃饭 因为每一顿饭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 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甚至改变我们的人生 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饮食中 学会如何尊重他人提升自己 让我们一起吃出幸福 吃出人生的大智慧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悟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愿你从今往后福生无量 如果喜欢听禅频道 别忘了把听禅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时也要记得点赞订阅哦 如果有希望在听禅听到的内容 或者其他关于人生智慧 养老以及健康方面的小知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你的喜爱和订阅就是对听禅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